玩会收看7月28号的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乌凯文 今天新增了2.3万例本土个案 中重症143人还有5例儿童重症 而国内首起本土BA.5家庭群居案 当中的指标个案是南部某造船厂员工 他的两名儿子也感染BA.5 相关接触者首播定序出炉 7名送宴的职场同事中 有4例是感染BA.2 另外3例无法成功定序 指挥中心出判是不同的感染事件 也忧心指标个案的感染源恐怕来自社区 国内首起本土BA.5家庭群居案 当中的指标个案是南部某造船厂员工 他跟两个儿子都是感染BA.5变异株 而他的职场接触者中 有4人的病毒基因定序是感染BA.2 指挥中心出判职场家庭 是两起不同的感染事件 再进一步追踪 这名高雄造船厂员工 跟日前公布的另一名 北部BA.5本土个案病毒序列不同 是否代表台湾社区内 早就存在BA.5的传播链 北部还有说南部 的BA.5地区发现说 可能是不同的来源 那这个也要小心就是说 其实我们目前三加四亿 各国不同来源的BA.5 都会一直不断的进来 是比较担心说BA.5在社区当中 已经有一些感染的一些途径 或传染链 就怕社区内潜藏BA.5传播链 一时省政难观察到 目前国内大众运输的人流指数 比5月下旬上升了20% 这将会给BA.5病毒 一个传播的沃土 多数人的三基疫苗保护力 也可能会在8月中开始下降 再加上BA.2的染疫者 大约有十分之一会重复感染 因此建议要全面开放 第四季疫苗施打 我们不要等比较好 在我们的疫苗一直都说很够 那够的话就开放给人家打 传染跟这个重症的预防的减少 上面都没有显著的效果 也没有所谓的要全面接种的一个议题 但8月中下旬疫情是否在一起 指挥中心还要再观察 目前不会加研防疫规定 另外28号公布 新则2.3万例本土个案 中重症143人 有5例儿童重症 其中4例是MITC患者 累计目前国内有62例MITC的个案 其中有9例都打过一剂新冠疫苗 指挥中心推估MITC个案数 在7月下旬达到高峰 是反应先前的疫情 也呼吁儿童尽快打疫苗 可预防下一波疫情 接送吧